有朋友问我 好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啊 好命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手心向上的人 一种是手心向下的人 手心向上的人等待的被给予 被帮助 手心向下的有资源能够给予 两种给予呢 是截然不同的部分 那这个朋友说 他想当手心向上的人 想要等待好处降临的福气 而我呢 则选择要当手心向下的人 因为手心向下的人 才能成为真正的富裕之人 因为真正的富裕 其实就是来自手心向下 而手心向下就是不失 我从小呢 家庭很清寒 但是我的妈妈 给我很好的身教 很好的言教 就是不论自己身上有几分 只要有一点多余 有能力一定要奉献 还有帮助别人 所以我从小养成了 不失的习惯 就算我身上的钱很少很少 我也会不失给人家鼓励 也鼓励他要加油 有时候我也会忍耐一餐 把餐钱呢 捐献给一些脱波的出家人 又或者是把我的微博的积蓄 每一次我去做工 我去打零工 我妈妈都会给我一点点钱 我会把它捐赠给 没有食物吃的人 那长大一点呢 就会捐赠给没有钱 买棺材的家庭 手心向下呢 才不会让你变得穷 而且会让你更加的富盛 我非常的感恩 从小妈妈给我这些好的概念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的一个举动 会造成多大的散循环 也许你曾经帮助过的举手之劳 帮助过的小孩 会成为造就这个社会进步的大人物 也许你的帮忙 对某些家庭来讲 正是一场吉时雨 阻止一些人伦的悲剧的发生 也许你的善行 能够感动成千上万的人 让更多人愿意一起付诸公益 为世界带来更多手心向下的人 你不必等很有钱了 才开始手心向下 因为钱多钱少 重点还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而且呢 这就是一种串席 因为当你开始学习手心向下 学习步师 养成步师的时候 那个习气会变成一种习惯 而那个习惯会变成一种福报 你将会感受到 有能力步师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快乐幸福 就是和宇宙是同频共振的能量 你一定可以得到 更多来自宇宙的丰盛支持 使你不止快乐幸福 而且资源充足 成为能够有能力给予 又能够有能力享受 享受我们的口福 享受我们的耳福听福的富裕之人 你想要当享受小福气的人 还是要当创造更大福气的人 欢迎你与我分享你的想法 也请转发这一支影片 并持续追踪我 一起修好运学分 让更多好运第一时间到你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